我的名字是040601 那我這個作品分為兩個模組 這也是火車模組跟水穿模組 這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準備要做完結的時候 它所有東西都直接掛掉 那我們就讓板子壞新的電腦也壞 整個東西都重新開過 它還是沒有辦法好累 你知道原因是我們接下來 怎麼用口述的方式 它就是一個展現 到我們的火車後這邊也是一個超音波 我們會選擇的一個太魯 那我們就是為了要 因為這裡有一個太魯的好處 造到車子 造了很多沙漠的世界 那我們就想要在一個波浪的地方 裝設一個超音波 那如果東西滑落 超音波的到距離就會一直多懂 你就可以知道有東西跳下去 那我們就會利用超音波 我們就會用風機器擺著腳 然後也會在座道上 你也把你顯示說 現在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這樣子 車上的運輸 車長根本就不知道 就沒有一個 駕駛的地方 對著點點 因為有的片板 因為其實 那個 那他就跟他說 車長你可能 又是很專注在一台 你可能也沒有時間去看那些東西 你也有用錄音的方式來告訴我 那這個盒外線我們就是放在鐵櫃旁邊 因為鐵櫃這個平面會有高度差 我們就裝在鐵櫃的附近 那種東西掉落的時候 它一樣很直 也會改變 那跟超音波剛剛做的事情一樣 那為什麼要做兩個就是 避免說 其中一個沒有去偵測到 那另外一個還可以進行去偵測 那最後一個按鈕 我們就是 怕說 最早喜歡就是 兩個都沒有偵測到 那可能附近有人在走 他可能剛才有看到 那就可以直接按下這個按鈕 就可以 我們也跟 剛剛做的動作一樣 可能 就是增加一個即時打電話給鐵路局 那就是因為現在可能 大家不知道要打給線 就是直接按下按鈕 我們就可以進行這個動作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傳播者 我們一開始就是最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有一個貨船在運河上面擱淺 那我們推論可能是因為水位太低導致它擱淺 所以我們利用土壤濕度感測器 那我們原本是想說土壤濕度感測器如果裝多一點 像是我們如果裝了八個土壤感測器 那三個如果水面剛好只有到三個土壤感測器的話 三個土壤感測器濕的會有反應 上面是乾的所以它不會反應 我們用這個差異來去判斷說現在的水位高度 那接下來會用馬達 紅燈 紅燈以及 電板也會顯示 那我們一開始呢 會讓水位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閘門就會關閉 那我們的馬達也會自行動作 那這邊的紅燈以及電板也會顯示 紅燈會亮 這邊的紅燈也會亮 那風明器也會響 來告知船長 有閘門關閉了 那之後我們畫面會進到船裡面 那可能因為船長沒有聽到警報器的聲音 所以我們會錄音 用語音的方式跟提醒船長 就是水位落地 咱們關閉不要通信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評審 所以你們是做兩個系統 一個是火車 一個是船 不是做一個系統 好 那你們的分工是 一個人負責一個系統 對 我是負責火車系統 那它是負責船 那這一開始都是我們一起先討論過 在餐單 做好之後再一起 你說你們就各做各的 但是這兩系統 有關聯性的專輯 就是有沒有連結 這兩系統他們直接沒有連結 載著大的專輯 都是要運綁 先運綁這些事物的關係 那個水位 會不會偵測是誰想到的啊 你看 那上面一點 其實 那就是因為一些問題 卻來不及完成啊 是不是 硬體的問題 有可能 因為我們就是連這個一換 硬體一換 然後稍微認聽也沒辦法 就是幾乎全部都試過 自動沒有辦法 其實最後我們是已經要 已經是準備做結束的動作 但是它就是 出來就 沒辦法運了 所以現在就是 沒有 沒辦法運作的 對 那你有你的程式 我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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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的來主要是只有這個畫面 還有其他的嗎 有火車 對 這邊是 這邊正式 紅車 對 是否隨機有物品飆落好了 哪有說滑落的時候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哪一個部分是可以用的 我覺得你的超音波有東西 我們做的就是這個掉下來 本來是想說這邊做一個層 做一條東西然後把它隱藏 它可能碰到然後就進行一些動作 但是後來就都在出錯 可能就沒有抓了 那我幫你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一隻貓或一隻狗 經過超音波怎麼來 還是會停機 還是會怎樣 還是會停機 還是會停機 所以我車還是要停下來 就是做一個通知 鐵路姐可能會去幫你看 看有沒有確實那邊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裡 那如果沒有的話再告我是車長 那就可以進去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